我们走进谢栋梁老师的零二雕塑空间 四周都布满了庭园造景与雕塑 这不只是谢栋梁老师的家 还是大台中的一个公共艺术空间 谢栋梁从事雕塑已遇四十余载 我们在各地都能看到他的作品 雕塑是一种永久性的材料 又是可以放大的作品 如果是可以放在公共空间 变为公共艺术的话 民众可以天天去接触它 也可以去摸它 他不必说放在美术馆里面 或是放在展览厅里面都看不到 雕塑除了传统的雕与塑之外 它还包含一切造型的行为 是视觉的艺术与触觉的艺术 艺术家虽能借着雕塑 把自己的感情思想转化为立体性的作品 但对谢栋梁而言 雕塑却不是球学生涯中所绿定的事 他本来是考上台湾艺专美术科 因为能依兴趣选择西化 所以二年级才转到雕塑科 他在学生时期便有像惊人的成就 就是将玻璃纤维运用在雕塑上 取代以往石膏笨重又无法精致雕刻的缺点 往后便大大影响了 各大美战的表现风格与形式 在民国五十九年 在台中一个贯通化学公司 我在那边实习 我帮他们设计造型模型 我看在那些作品 那些模子的对待机上也不会坏 我们石膏都要小心翼翼怕碰水 我回到学校以后就开始 用这种材料去尝试换作品 谢老师本身逃离满天下 那特别是在中部地区 培养了相当多的后劲 那这一些都形成中台湾的一个文化景观 那时候看到一个油漆工人 他休息了喝茶 然后鸵扬起来那种 那种很舒服 又好像很无助 或者很特色的感动了我 艺术创作是一种兼具自由与严谨的态度 也是一向融合感性与理性的工作 谢栋梁总会适时的挑战自己 作品风格可从最早期的写实 变形 方形 圆形 抽象人物 历史人物 一直到浮身 湖长 山水 异象与五象系列 现代人体系列 历史人物系列 浮身系列 都是用铁丝王当支架 当支架 当造型的面的变化基础 人跟人之间的感情 比如说融合或是猜忌 或是斗争或是恩爱 都可以靠这样的关系表现出来 我玩了很多石头 石头上面有很多裂痕 这个石头的裂痕 它是一种自然美 如果雕塑上泥土干了以后也有裂痕 我也可以把它当成一种自然美来接受它 因为地震的关系 我看到很多残破的东西 因为残破经过破坏之后 人还可以重新站起来 谢栋梁致力于太极之道 他更是台湾城市太极权 发展协会的创会会长 从太极的动静虚实之中 将太极之道融入到作品当中 成为造型美学表现的基础 异象系列跟山水系列是同时起的作品 所以我统设为山水异象系列 其实是两个系列 山水系列跟异象系列 它有共同的元素 就是说就是利用中国的苏瓦线条的那种律动性 还有太极的那个连绵不断的一种气感跟阴阳关系 让艺术自然融入生活中 谢栋梁将雕塑首度移至属于时尚的百货空间 以从古典到时尚 谢栋梁四十年雕塑演艺与太极指导为题 让普罗大众能进一步了解雕塑艺术 搭起一座桥梁 艺术并不遥远 希望说从古典走到时尚 就是从美术馆走到时尚艺朗 那另外一方面是寓意说 谢栋梁老师他四十几年这个雕塑演艺的创作过程呢 其实就是从古典写实具象到时尚写意抽象的一个演艺这样子 最新的无相系列 把太极之道阴阳之力诠释得更清楚 谢栋梁透过不断的突破 从不眷恋过去也不执着于现在 艺术要能真善美 才能充满无限可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